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近日就成功大学座谈活动的取消事宜发表言论 却遭到活动主办方与民众党反驳 赵绍康于18日再次回应此事 爆料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先前到成大演讲时 因窒息无法转播而当场不愿 然而主办学生单位与民众党随即对此进行反驳 指出事实并非如此 针对赵绍康的指控 成功大学学生团队于19日在德卡尔城大阪发布一篇名为 《至赵绍康先生的一封信》的文章 对赵绍康提出的诸多指控进行了反驳 文章中提到赵绍康并未提及其团队主动取消活动的事实 反而将责任推卸给成大校方 并在媒体采访中攻击柯文哲主席 成大学生团队强调 柯文哲主席到访成大之前 双方已经同意不进行直播 柯文哲主席当天一表示 没有媒体和直播让他感到更轻松 并无当场发脾气 文章中还透露 主办单位曾多次邀请侯友仪市长来成大演讲 但均遭婉拒 并呼吁侯友仪市长应正面面对成大和南部青年 一名学生在留言中指出 座谈会原先是十二十九 未配合赵绍康团队要求而改至十二比二十五 并完成相关场地与准备 直到活动前不到一周的时间又改回十二十九 凸显了学生们对活动重视与付出 以下为德卡尔文章的全文摘要 倾听南城2024总统论坛 团队成员在文章中表达对赵绍康散播不实消息的愤怒 并希望赵绍康能展现更专业的态度 文章以时间线和各方立场的方式 详细说明了事件的经过 首先 活动的起源来自于成大学生团队的发起 目的是让成大青年关注公共议题 在此基础上 活动邀请了多位总统参选人进行演讲和互动 其次 关于现场摄影的规定 由于先前在中山大学发生网友肉搜学生的事件 主办方为保障学生安全 对摄影进行了严格控制 柯文哲和赖清德的团队都清楚并尊重这规定 第三 文章强调成大校方对活动的支持态度 并未对不同参选人有所偏颇 第四 文章以时间线的方式详细介绍了赵少康场次的筹备过程 从9月初开始筹备 到12月初与赵少康团队接洽 最终因无法达成共识而取消活动 第五 对赵少康团队的态度进行了批评 指出他们未能尊重主办方的规定和原则 最后 文章对赵少康先生在媒体前的发言进行了激烈批评 指责其颠倒是非 并再次强调柯文哲主席当天的态度并无任何不愿 整个事件不仅是成大学生团队与政治人物间的争议 也反映出在公共议题和学生活动中 政治人物应承担的责任和角色 这封信显示了学生团队对于保持中立和公正态度的坚持 同时也揭示了政治沟通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